赵老师,觉得今天的演讲怎么样? 今天当然非常好,今天在北一旅的演讲 跟很多同学分享了我在学生时代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对于后来遇到的一些人生的经验,一些机会 我怎么样紧紧抓住这些机会 朋友们反应非常热烈,但是最早不能接受的是 居然建中跟成功的学生也来了 当年的我想要进北一旅,根本是不得其门而已 可是今天的这么开放的校园 所以就会让很多其他学校同学也可以参加 那么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当年那个进不了北女的死阿宅 在20多年后的今天,可以以一个作家的生态演讲 这就是最好的王子复仇 各位读者们,设定跟目标 当你达成之后,你也会有这种王子复仇的快感 我们一起加油